明明都是女人 怎麼不同國家要差這麼多 大陸女生很強 即使在煮菜也可以很有情緒 他們有一個小孩還滿小的 他也是就是很俐落的 一手就把他小孩這樣 單一手撈起來 然後就放在手上 然後一邊還問我們說 要吃什麼甜點的 這個滿粗的滿厲害 不會狂妄有小孩 一手抱起來 就放進烤箱 我哭了 我哭了真的是五味雜腸 他們的小孩 就是考上東大 東京大學 然後很想算他 就說 哎呀 你們這樣的小孩 真的好棒喔 我們這樣贏不過 你們小孩真的笨子了 這真的在罵人的 這真的不是 我現在已經在罵人 好像在誇獎他 其實是我在誇獎他罵的 展覽就是說 你們就考上女生們 要好好上一節 這叫什麼課呢 也不說禮儀課 但是就是這樣 對 讓女人更犀利的課 不是 應該這樣講 因為有一句俗話說得好 叫取緣之長 無幾之短 就是說我們可以跟別人說下 你幹嘛笑我開心 我通常講成語 我有種好像是你掰出來的 沒有 也是一句成語 因為我們要去跟世界各國的女人取經 對不對 因為我們女人有吸力 是一個非常 international 的program you know so we have to learn something from other country yeah let's go 後來就跟各國女人取經 對 譬如說有人會覺得說 日本女人可能就特別溫柔 對 或是法國女人 特別的有個性 或是又浪漫 對 那上海女人可能就聰明 但他們又會 怎麼講又犀利 然後又溫柔 很厲害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好好給大家上演 international的課 好的 那我們請來這幾位來賓跟大家去討論 首先第一對呢 是老婆個性線條出 但是婚後溫柔優雅 是完全都消失的 梦菲跟柔柔你歡迎 大家好 你好 我像嗎 我像沒有溫柔 我要嗎 你像梁靜汝啦 對 真的超像你 剛剛那都這麼陰戀 我自己都覺得好笑 你看 就像她說的 我像嗎 我像嗎 對啊 我看起來就很溫柔啊 她看起來很溫柔 她看起來很溫柔 會表看起來真的是有溫柔的感覺 真的啊 真的最恐怖 你為什麼要恭喜她 你為什麼要恭喜她 你對你不好嗎 很好 好 接下來第二隊 第二隊是兩人個性都很強勢 然後決定向日本女人學溫柔 林群峰 陳鈺汝歡迎他們 謝謝 謝謝 好棒 不行 是你要學溫柔吧 群峰 我其實是滿溫柔的 你看臉蛋 就知道我老婆非常的強勢 我每天都在她淫威之下 他有強勢 你看你自己上節目 不是這樣講的耶 誰 你自己上節目 每集都不一樣 主題都不一樣 主題都不一樣 主題會有角色不一樣 他很不累 他就考服累 今天是用我來才故意這樣講就對了 其實我也不怕你啊 待會就知道了 待會就知道了 今天不要在我們節目吵架 因為我有一些不好的潛力 謝謝 第三隊呢 是老婆無法溫柔 又太過精明 非常困擾的 陳鈺汶跟帕豐 你不溫柔喔 你很精明 你看不出來耶 對啊 我都這樣 好 男爵很精明 好專小朋友 驚動 怎麼會這樣 好再跟我們聊一下 接下來第三 最後一個呢 是熟知法國和日本女人 各種優點的 陳志沛 歡迎 謝謝大家 其實你就是 你這個法國女人代表 然後姿態出現就對了 對 去感受過 對 他們很驚人 是 我們先來問一下我們女人幫好了 以你們就是 怨人無數的經歷 或者是聽過很多朋友的故事 在你們的心目當中 你們覺得哪一國女人的優點 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我覺得啊 好 先翻一下 莉莉 莉莉啊 你慢慢寫喔 你看啊 好心 這個東西寫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竟然說白人都好 因為曬的黑白 這什麼 這個黑白真就好 聽點內容啊 好像變成是種族 可是我真的覺得是 只要是白人都好 因為就是都曬不黑 就是他們的優點嘛 可是又曬出雀斑 然後又高大 然後又 曬出雀斑很多 不管嘛 反正就是又是金髮幣耶 就很漂亮就對了 我覺得就他們的優點了 OK 然後妳知道俄羅斯 小切為什麼是俄羅斯 因為我覺得每次看到就是電視 或者是俄羅斯的女生啊 都是特別的就是高挑 然後金髮幣耶 然後五官都很深邃 可是他們講的英文我們都聽不懂耶 而且他們都很多CT的感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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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就是 他們的就是天生的東西 我們就是亞洲人比較難達到那樣子 所以就他們一些 是要學習一些他們的內容 對 對 對 要學嗎 奇怪 都搞錯了 但是王家寫得不錯 他覺得台灣人非常值得學習 因為台灣人很節儉 對 因為就從買衣服上來講 我其實之前在上海的話 大多都是在百貨公司買 嗯 那會覺得說 就是像台幣 一千多兩千這樣的衣服 覺得 OK啊 就是我們那邊一件T恤 可能也到一千五這樣子 可是到台灣之後我就發現 有很多的小潭 或者是路邊攤衣服 也都非常漂亮 而且其實 三五百台幣都可以搞定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灣女生 也很樂於逛那樣的小店 因為我很多小店都是台灣這邊的朋友 帶我去逛的 所以我覺得 那些女生就是 很會打理自己的口袋裡 就是錢包 錢應該怎麼樣來用 對 都很節省 比較會帥 也是有人羨慕我們的 對啊 但今天還是要跟大家講一講 別的國家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當然是 斯貝 先以法國的那個角度來 為我們分析一下 法國女兒有多厲害 我覺得法國女生很強 他們不會說因為結婚以後 就讓自己柴米油鹽醬出場 因為那時候我有去 一對夫妻家裡面做客 那我記得那天是禮拜六的晚上 那我們到的時候 我想說他們是剛出去回來嗎 因為他真的一身的那種洋裝 就有點像玩禮服那樣子 然後也踏高跟鞋 他就在他家裡說沒關係 你們就拆鞋子進來 然後也有戴耳環 然後把頭髮梳得很漂亮這樣 然後噴一點淡淡的香水 那我看他很從容 因為我們反而想說應該 他會很忙亂 他說沒有他就是烤箱拿出來 然後一整隻雞這樣子擺出來 然後老公時不時叫他honey的時候 他也是搂著老公啊 然後請一下你幫我拿個盤子啊 你幫我開個酒給他們喝啊 然後一路都是很從容很優雅的 那因為他們有一個小孩 還蠻小的 那小孩跑過來的時候 我想說他穿得這麼漂亮對不對 他也是就是很俐落的 一手就把他小孩這樣單手撈起來 然後就放在手上 然後一邊還問我們說要吃什麼點點 然後開冰箱跟我們說 有什麼地方你們可以自己去 那我就覺得說第一個就是 他的態度讓我們覺得說 喔原來一般的在生活的時候 即使在煮菜也可以很有情趣 因為他時不時很注意他老公 就honey你會不會無聊 你要不要跟誰聊個天 然後他在問說那個酒好喝 這個蠻聰明的蠻厲害 不會慌慌比如說小孩一手抱起來 就放進烤箱 他很順暢很自然 然後看他這樣走動的樣子 不像是為了客人演出來的 好像他每天都是這樣子在生活 然後很自然的我也問他 我說你每天都這樣打扮嗎 然後他就說 他不想要看起來 讓先生回家看起來 他就是一個好像黃臉婆 對 所以他還是讓自己很漂亮說 而且今天是禮拜六 所以他做完一桌菜以後 他就說叫我們坐下來 他又上去又換了另外一套 衣服下來 然後也換了就是 飾品戴上去 然後我就覺得 你不要一直放冷淺 對啊 怎麼搞錯啊 就是台灣女生可能 我們就是為了家裡就方便 可能也素顏嘛 然後可能身上也是油鹽味 手上可能有洋蔥或蒜頭味這樣子 對 可能比較起來 我覺得看起來 就覺得說 原來也可以這樣子 而且孟菲哥是不是聽到這邊 你會覺得說 對於老婆一直沒有做到這方面 你覺得很酷 我聽得真的是五味雜腸 沒有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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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的 我家的小孩兩個 一個六歲一個十歲 真的有感而發 他說爸爸 媽媽每一次出去的時候 都好漂亮喔 好放鬆喔 我說那時候回來 哇 回來怎麼這麼醜一個老太婆 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 因為我剛剛聽他們的陳述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優雅 人家頭髮是綁起來 鬚鬚掉一點下巴 淡淡的香水有沒有 他弄個耳環 他不是 他一回去 把那個大睡衣一換 那個 像一塊布一個毯子一樣 然後呢 那個頭髮一弄 哇那個夾子 那個塑膠大夾 一夾 我好像個公雞一樣 然後呢 然後就一拿就拿著我平常摳癢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東西 不求人 他不求人 呱呱呱呱呱呱 我們三父子一看過去啊 簡直是判斷了 你們現在看得美美的 很漂亮喔 哎呦不得了啊 真的 有的時候我們回家啊 是要放鬆 是不是 那你覺得他剛剛講那個法國 那種他在家裡面這樣 你覺得他會放鬆嗎 還這麼的ㄍㄧㄥ在那邊 民族性 對不對 那我們回到家之後 工作回來 或者說出門回來之後 你是不是想要放鬆 你放鬆你是不是想要穿得很舒服 是沒有錯啊 頭髮就弄得很自然很舒服嘛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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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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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美感啊 對不對 在家裡嗎 在家還要美感嗎 因為發現夫妻吵架真的很難慘玩 從後面的脖子看 那細細的那個 人家爬上去有個皺寫 你那個我靠一夾 我靠這裡一撐 然後一個大公機關這樣 沒有我覺得在家就算 可是在外面是不是 他也不是很給你面子 在外面 他是不是常常扣你的哏啊 然後是兔子 哦那個常常有的事情 我跟你講 我是在造福大家 婚前 我跟你講婚前 非常的優雅 哎呦 每次出去的時候 他就像一個小小聽眾這樣 小聽使這樣看著我這樣 哎呦 那我的話 口莫橫飛 我在那邊高談闊論啊 我的朋友兄弟在那邊 哎 那蘭花紙來倒茶什麼的 結果 結婚之後 差別是什麼 所以我 昨天他們打電話問我 你太太是 我說婚前很勤快 婚後很懶散 但是最後我活得很自在了 也就是認了沒有辦法 婚後就是完全沒有這些了 就像剛剛我描述我兒子說的 媽媽出去的時候都好漂亮 一回來的時候怎麼那麼醜 有沒有 然後 還有一個 這個以前 我講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 他都在旁邊 就在聽 現在不一樣 現在我只要一出去 跟我的朋友一見面 他就知道我大概講什麼的情況之下 比如說 朋友都說 哎飛哥 聽說你當年游泳到香港去 哎你是做工廠的 你怎麼可能做到電影明星啊 哦 那我就想 嗯 這個厲害了 我開始來了 不可能 我說我那是這樣 我一看那報紙 工廠人的走光了以後 我就挑燈夜站看 哇 五官端正 無不良嗜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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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不是要講多久啊 講多久 最起碼兩三個小時啊 我已經講啊 你聽過幾次了 我已經聽了N次了 我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沒辦法數 所以我聽過幾次了 你聽過N次 但是我叫你 但是別人只聽過N次 我叫你代我講 你也講得一塌糊塗啊 我說減啊 你減了一點都不動聽 然後 但是我就說 哇 我就準備講說 我買了那個 二十塊的那個外套 輸了油頭 然後連夜去照拍照 正面 側面這樣啊 他說 哎呀就是這樣了嗎 七八千個人嗎 結果他考到了 後來就當電影迷信 就這樣子 他直接跳進去 很定的 對 直接幫你們說 如果你覺得他這樣講的話 他這樣繼續講下去的話 這節目會錄不完了 也對 對 沒有 因為我沒講話 因為他會一下聊天 他愛講嘛 可能問題是有的時候 人家 你要讓人家有發表的空間 對 有些時候人家吃飯 就質問一下 人家聊一下 結果他一個人高談酷樂 然後大家都沒講話 你沒有注意到 每個人聽的都是 如癡如醉 絕對沒有說相干話 都收聽到第三集就 他睡覺 沒有啦 每個人都眼睛抖手 因為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對不對 對 所以我 但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講啊 我是幫他們講 所以 我也不用解釋了 你看剛剛 我在跟你回答你的問題 很清楚 他在插嘴一塌糊塗 不會啦 我覺得這樣 對 對 所以說布丁姐姐也會 也是有這種心跳吧 老婆吃飯超粗魯 連兒子都驚醒 店家最深刻是有一次 弟弟在睡覺 結果他就端了一碗 一碗熱他的面進來 他就這樣 然後就看我兒子明天睡好 他就這樣 對 到底台灣女人和外國女人 究竟有什麼意想不到的 個性差異呢 廣告回來告訴你哦